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20多岁的时候,为了你的未来奠定基础,需要实现的5个财务目标。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构建你的人生蓝图。 我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如果你没有构建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积累财富也无从谈起。 20岁出头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大家只模糊地知道两件事。 其一,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第二,存钱是件好事。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拒绝朋友外出玩耍的邀请,果断放弃旅行计划,对任何花钱的事情都敬而远之。 为了省钱,每天下班就是回家看会儿电视,然后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存够钱,早点退休,享受生活。 但之后的某一天很悲催地卷入了高速上的多车连环相撞事故,那一刻他们才醒悟到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大错特错。 他们一直在未退休存钱,却完全不知道退休之后会做什么。 如果我们不能快乐地做你喜欢的事,不能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那么存下五万、十万或一百万也毫无意义。 但如果有自己的人生蓝图就完全不同了,它会成为你差不多所有财务决策的指南。 那么要怎么构建你的人生蓝图呢? 首先拿出一张纸,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在不考虑金钱和可能性的情况下,你更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喜欢租房的灵活性,还是喜欢买房的稳定性呢? 你是想要一辆豪华的车,还是能代步就可以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挑战呢? 你最初的这些回复不会成为你最终的蓝图,但它们能够指引你的方向,让你能够去尝试去试验。 就好像如果你想要恋爱,那就必须要先出去约会看看,并不是所有的约会都能发展成恋爱关系,让你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但每一个你约会过的人都能够帮助你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尝试和错误的积累会让你更好地了解生活中你喜欢的东西和不值得你去花钱的东西。 但如果你不能完成下一个目标,也就是定义你的中间点的话,那么一切就都是无用的。 在我们创建了自己的人生蓝图之后,自然会意识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最好时机就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我们还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设定自己的储蓄目标,也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之后要做出人生最大的决定的时候所需要掌握的金额。 那之前,大多数人从来没有非常正式地追踪过这些东西,就是能存多少就存多少,量力而行。 实际上,如果你能够每个月坐下来好好看看你的银行对账单,把剩下的钱存到储蓄账户当中,一定会大吃一惊。 实话实说,追踪你的储蓄是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的,你会对自己买了什么有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你可以把它变成一款有趣的游戏,每个月你都要努力升级,每个月要都存下更多的钱,这能让你清晰地知道你大部分钱都花在哪儿了,能够砍掉什么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的花费。 你很容易会发现你花的钱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在你没有认真追踪之前,你会多花很多钱。 在我们没有看到切实证据的时候,很容易会自欺欺人地偷偷漏掉很多费用,跟自己说好多费用都是一次性的,不能记录日常的花销。 真正认真去记录的时候,你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个残酷的事实。 当然,你也不能一味地紧一缩时,你就好像一根弹簧,一直拉扯到极限,有一天是会崩溃的。 所以,达到你的储蓄目标之后,你可以给自己一点小的奖励,比如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这肯定会让你的积蓄有所减少,但你获得的记忆和精力是无价的。 在你朝着你的人生蓝图前进的时候,你要在存钱和花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那么你需要存下多少钱呢? 这方面,你可以采用50比30比20法则,基本上就是你拿到手工资的50%要用于满足你的需求,比如住房、食物和水电费。 30%用于你想要的东西,比如度假、娱乐等,还有20%就是你的储蓄。 所以,如果你一个月挣6000美元,3000美元就会用于满足你的需要,1800美元用于你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1200美元存进你对于未来的投资。 如果你能多存点钱,那就再好不过了。 50比30比20规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有一定的灵活性,让你乐于去找一些平替,来降低你的生活成本。 但你也要记得,50比30比20规则并不是万能的,你需要了解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还要有针对性地阅读一些个人理财方面的书籍。 下一个里程碑,我们称之为给自己加上最大的限制。 我们身边没有听从这条建议的人,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而且一旦走上放纵的道路,就很难回头。 游减入奢益,游奢入减难嘛。 我们可以给你讲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们有位朋友的父母在理财方面就一塌糊涂。 我们也曾经想要帮忙,但他们从来都不听。 之后,当我们这位朋友开始使用信用卡的时候,他从来都不知道信用卡账是应该每个月都还清的,只是偶尔还还最低限额,有时候甚至都不还。 这对他的信用积分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这一切,他都听之认之。 直到2020年,当他想要买房的时候才彻底傻眼。 尽管当时的利率非常有吸引力,但他根本拿不到这个利率,对他来说遥不可及。 你不要小看小小的几个百分点。 假设你申请了等值于35万美元的贷款,30年还清,那么利率为4%的贷款和5.5%的贷款之间,总的利息差距会超过11万3千美元。 而且,不良的信用评分影响的不仅仅是你的抵押贷款,租公寓,买车也会变得格外困难,甚至找工作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有类似的信用评分体系,通常范围在300到850不等。 我们建议你把信用积分提升到759分以上,因为个人理财方面,我们追求的是性价比,你的信用积分只要超过759,就能够拿到最优惠的利率和福利。 所以我们认为,执着地想要把信用积分提升到800分以上,有点浪费时间了。 我们建议你每年至少检查一次你的信用报告,看看你的信用状况,大多数国家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都是免费的,不会对你的信用评分有影响。 提升信用积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好好使用信用卡。 你只能用信用卡买那些你用现金买得起的东西,还要保证你的信用额度的使用率在30%以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用卡规定你能够借1万美元,那么你最多只能花3000美元。 但我们也理解,很多时候真的很难靠信用卡建立你的信用,因为很多银行都是根据你的信用积分来决定要不要给你批信用卡的。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信用,或者过去在信用卡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差,那么就很难获批。 这就需要你多花点时间,不要贪多,不管额度有多小,先申请下来,然后每个月坚持使用它,买点小东西,之后每个月都按时还清全额。 要记住,不论是你的信用积分还是你人际关系当中的信用,所谓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信用的建立需要日积月累,信用的崩塌却如同大坝决堤,因此一定要谨慎对待。 第四,采用棋盘与大米策略 这是对我们的财务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故事是这样的,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国王输了,于是国王问阿基米德要什么奖赏。 阿基米德对国王说,我只要在棋盘上第一格放一厘米,第二格放两厘米,第三格放四厘米,第四格放十六厘米。 每个格子都加倍,按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六十四个黑白方格就可以了。 国王以为这个要求简单又愚蠢,要不了多少粮食,就随口答应了。 结果,别说清全国之力,按照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恐怕希腊国王一辈子也还不清欠阿基米德的米。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个指数增长的问题,到第三十个格子的时候,国王就已经要给阿基米德十亿厘米了。 到第六十四个方格的时候,国王欠下了超过十八万亿的债务。 这就是对负利效应最生动的诠释,也正是你在理财方面所需要做的事情。 你需要现在开始投资,然后让它累积几十年的时间。 如果你在第一年投资一万美元,在标普五百指数中获得平均百分之十的回报率,那么你第一年就能赚一千美元,第二年赚一千一百美元,第三年赚一千两百一十美元。 就像棋盘与大米策略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既可以从最初存入的钱中获取利息,还能获得之前的利息产生的收益。 短短三年,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额外赚三千三百一十美元。 我们画一个图,就能清晰地看到,会得到一个指数增长的曲线。 这就是爱因斯坦说,负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原因。 不工作的时候,还能看到钱蹭蹭上涨。 这感觉多好啊,你可以大胆开启一份新的事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甚至极早退休都好。 就个人而言,我们更喜欢被动投资策略,这是进入股票市场的最简单方法。 你只要设置好,然后把它忘掉就可以了。 我们会投资被动管理的指数基金,像是FXAIX,VOO这种追踪标普五百指数。 以美国最大的五百家企业为基础的,都是我们的最爱。 下一个是证明自己,而不是寻求认可。 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竭尽全力地向老板和同事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仿佛陷入了自我POA当中,就只想着获得别人的认可,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升值。 但这其实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所有人都在宣扬自己工作了多少个小时,鼓吹自己工作多么努力,连午饭都来不及吃,会为了赶上最后期限而舍生忘死。 事实上,公司才不关心你干了多少活,你只是巨大机器的一个齿轮。 如果你明天消失不见了,公司会用另一个齿轮代替你,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不要再向别人寻求认可,而是要证明给自己看,开始提高技能,学习新事物,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可或缺,内核稳定的人。 这时候,你就不会再被你的工作束缚,因为你很清楚自己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能创业。 史蒂夫·马丁曾经说过,我们要变得好到让人无法忽视你,真正做到这一点,你就会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要求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 如果你再争取升职加薪,那你就勇敢去提,更多的收入就能够帮助你更快地实现你的财务目标。 你现在多少岁,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对筋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跨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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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订阅。